台北市長蔣萬安利平大巨蛋在今年的4月完工年底是營運 而日前在副市長李四川等人的陪同直下到大巨蛋來視察 針對體育園區可容納高達5萬9千多人 如何在15分鐘之內疏散等等的細節來做檢討 同時宣布第一場比賽絕對以本土球員為主 台北市長蔣萬安在副市長李四川等人陪同下來到大巨蛋聽取簡報 力拼今年4月能夠完工並敢在年底前試營運 包含辦公區域大巨蛋球體內部都主意視察 蔣萬安表示新市府上任後就積極與內政部溝通 已經在1月9號取得許可函讓延宕多時的工程 我們市府團隊在一上任馬上積極主動跟內政部多次的溝通 也謝謝內政部的協調以及幫忙讓我們在1月9號正式取得了許可函 讓延宕的工程可以繼續下去 剛剛我們看了觀眾席 從看台上走下蔣萬安就針對觀眾席的顏色及角度 可能導致球被吸掉等問題提出改善項目 另外外野高達4萬個座位 大巨蛋內部共設置28個避難梯 地上18座 地下10座 如何在15分鐘內疏散5萬人 也是重點視察項目 顏色的部分其實之前就有一些專家甚至議員提出來 因為我剛實際看了它的顏色還是一樣以淺色為主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算是有黑白相間 但主要還是有白色灰色 這樣淺色的話就是球如果是高飛球 不管是從內野外的角度看 球很容易被吸掉 甚至如果燈打下去可能會有反光 這些可能都是要實際透過球員 他們測試以後給我們實際的意見 然後要求在設計上做一些調整 蔣萬安強調 目前規劃先邀請全班隊比賽 並以台灣本土球員為主 讓球員實際上場打球給予意見回饋 此外也會改善座椅顏色 內野角度做適當場地調整 畢竟安全才是市府重視的首要條件 接著陳敏倫 採訪報導 2023 台灣燈會在台北 即將在兩個多星期之後正式開幕 北市府正如火如荼的進行最後衝刺 今年共獲得18家企業民間團體的參與 還有贊助45座的燈飾 不但有許多亮點更要帶給民眾無限的驚喜 2023 台灣燈會在台北即將在2月5號開幕 今年突破以往以城市型的燈會盛大展出 邀請企業以及民間團體共同參與 共獲得18家響應支持 贊助45座燈飾 讓我們的所有的燈會的感受力 可以在熱力四波 往我們的12個行政區在熱力的推展 除了國父紀念館的主燈之外 透過響應燈飾的呈現 能夠從中看到許多亮點 包括全聯的LED迷宮藝術裝置 金控公司的奇妙太空探索之旅等等 要帶給民眾無限的驚喜 我們的在地的企業們為了我們這一次台灣 這一次在台北的重大的盛事 熱烈的響應 把大家的智慧實力 我們都投注在這一次燈會上面的展現 今年台灣燈會是國境解封後的第一場 國際大型活動 規劃四大展區 一座主燈 六座副燈 範圍達168公頃 展出超過300件以上的作品 串聯12個行政燈區 北市府歡迎全國民眾 國內外旅客一起來台北 感受燈會的獨特魅力 九層花傳媒報導 2023台灣燈會在台北 為了提供安全爽燈的環境 台北市消防局特別在主燈區 國父紀念館演練災害搶救 除了模擬展區遭人設置爆裂物之外 還演練破壞救助 高空作業車救援等項目 共動員了19部的救護車和超過200名的警役銷來參與 到國父紀念館參觀台灣燈會 發現展區疑似招人放置爆裂物 防爆小組緊急趕往現場處理 除了身穿32公斤重的防爆衣 還出動機械手臂延長桿 最後順利排除爆裂物 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演練過程相當逼真 2023台灣燈會在台北 為了提供安全賞燈環境 消防局特別在主燈區國父紀念館演練災害搶救 除了爆裂物處置還包括破壞救助 高空作業車救援火災搶救等項目 動員超過200名疫警銷人員 及19部各式救災救護車輛參與演習 展區裡面的一些燈具等等的有可能 它是個臨時建築物做出來的 它的穩固性等等也有可能 因為很多民眾上去參訪的時候 會有重量過重的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 登區裡面的展區 可能電力因素等等會有燃燒的現象 這個是我們幾個比較重視的 另外有鑑於韓國離泰院踩踏事件 這回也加入大量商病患演練 包括設置前進指揮所 減傷分類等項目 就是希望防礦未燃 降低災害發生機率 記者游祥婷 台北財訪報導 台北市迪花街過年前熱鬧滾滾 湧進了許多採買年貨的民眾 而在當地信仰中心 台北俠孩城隍廟 從1996年開始推廣年貨大街 建議店家改採小包裝來販售 逐漸吸引買氣 而每年還會邀請市長朋友來逛街 感受過節氣氛 小提琴伴奏 眾人齊唱新年恭喜 台北俠孩城隍廟前熱鬧滾滾 充滿濃濃過年氣氛 廟方邀請市長朋友 一起來逛年貨大街 還廣邀店家準備辦手禮 讓盟友和家人一起辦年貨 想接一年而已 哪知道一走 走了二十幾年 我也感謝真的有給我這個機會 人家說我靠近你 你願意 如果我靠近你 你不願意 我的心思也沒用 台北俠孩城隍廟從1996年開始推廣年貨大街 廟方特別準備平安茶 原本專做批發的店家也改賣小包裝商品 深受消費者歡迎 逐漸打響迪化街知名度 廟方每年邀請市長朋友逛街買年貨 一半就是二十七年 眼鏡進去買就嫁啊 這眼鏡沒看就嫁 所以我們這個是一個 一個跟店家說 先有一個Promise說 如果有來 麻煩不要拿嫁給他 如果有來 親得夠量的 做生意講求誠信 不管是不是生障者 廟化街店家秉持口碑行銷 民眾不只半年貨會想到這裡 也是採買中藥 南北貨的首選 在線搭到城商圈 繁榮景象 記者邱世民 台北報導 台北市融冰商圈 臨近冰江的批發市場 販售各式的海鮮魚貨還有蔬果 深受飯店主廚的喜愛 而向來有著台北廚房的稱號 趁著過年買期望 市長蔣萬安也來到這裡走劫半年 逐一向民眾還有攤商來發紅包 希望刺激消費 活絡 商圈經濟 恭喜008號 台北市長蔣萬安 從撲彩箱抽出幸運得主 一大早就來排隊的老奶奶 獨得大尾蒼魚 漢櫻桃禮和等生仙主 開心抱回家過年加菜 沒有抽中也沒關係 還有市長發的開運發財金 親切獻上祝福 蔣萬安足以向民眾拜年 還特地走向攤販區 向業者發送紅包 迎接農曆新年 台北市年貨大街 湧入採買民眾 蔣萬安特地來到熟悉的榮賓商圈走街拜年 希望民眾過年前多到年貨大街採買 帶動商圈經濟 榮賓商圈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有傳統市場的親切 也有五星級的食材 這就是我們這裡最大的特色 所以歡迎告訴所有的好朋友 趁這個期間趕快來採美 以應俱全 應有盡有 榮賓商圈有新鮮魚貨 還有蔬果 以應俱全 深受飯店主廚青睞 蔣萬安縣長和主廚示範年菜料理 分享年節美味 刺激過年買氣 記者 秋生明 台北報道 新聞的最後 一起來關心各地有什麼活動訊息 同時也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請訂閱 你還給我 點燃 快點燃 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